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本來想著星期日才做 但1月1日沒有影片不行 沒有影片會被讀者罵 所以也要在星期四下午錄了這段影片 1月1日先拜早年 祝大家2021年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祝大家今年裁員廣進 不過大家看到美股升得很厲害 所以大家看一看路 大家知道那組合的現金也有很多 我自己也持續了差不多兩成現金 所以我也不動 因為大家看到美股升得很慢 美股升得很慢 每天200點不成功 好嗎? 你看到因為香港的問題 資金一直湧到美國那邊 特別是科技等 所以大家不要貪勝不知輸 大家看一看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如果股票升得超過高 最好是減一減磅 過高我們一向都會減一減磅 所以大家要看一看 好,今天我自己在等待黎智英 現在是差不多11點40分 在等待黎智英的司法覆核 今天三個法官 招呼他 討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他有沒有潛途的風險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一會兒我們會進去說 剛剛我們在Patreon也說了 昨天 有12港人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留意一些事情 共產黨在做事 雖然你說他見日過日 你可以說他見日過日 但是共產黨就是打鳳凰屁 無保不落 你看到他扣著棋 就是他扣著棋 現在我眼睛看到 他最少扣著三隻棋 其中一隻棋現在打出來了 就是12港人 打這隻棋 這三隻棋的目的 都是跟美國國際有關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題目 就說 其實他 有人說 好啊 那些藍絲好 你看看中國 你看看中國 喂 多有人權 對不對 那些未成年那些放了 你要放什麼 中國放人 香港抓人 放什麼 要多鯛魚 我不是在深圳抓你 我在香港抓你一樣 有什麼分別 對不對 好了 好一點 是你想的 對嗎 那麼下一步 那個注意力 就是注意力 那些人就去 喂 剩下那十件 要求回來香港服刑 這樣 在我眼中看也不是這些 在我眼中看 就是中國去做事 你想想一件事 為什麼他不放快便 為什麼不放周庭呢 為什麼要找肥佳麗來搞 是不是 為什麼突然間會搞林鄭呢 你看到他打鳳凰拼 其實是無寶不樂的 其實是有目的的 其實 當然 大家知道1月6日 就是彭斯唱票 對不對 當然是跟這件事有關 那我們進去再說 我們Patreon的連結在下面 希望大家加入我們的Patreon 因為Patreon會很快 有時一拿起就錄 就可以上網 對不對 好 鑽石狗組合再創新高 去到183% 昨晚 去到185% 我看到 但是 不是做節目的時候 我就當183% 所以 大家如果在美股那些 你們要小心一點 不要貪勝不知輸 我遇過很多這些情形 贏贏贏贏 然後一局輸得也有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美銀組合 多了1000元 54.9元 54.9元 去到58% 11個月 星期三已經放了 11月份 大家可以進去看 如果大家想訂閱 我們1月份的投資日誌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可以開始付費 大家一直看到尾 片尾有付款方式 有任何問題的話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我們英文的財經節目 應該在美國時間 1月1日就會出街 出街之後 再給我連結 大家可以進去看 好嗎 今天是正日 2021年1月1日 祝在香港的朋友 已經離開了香港的朋友 大家心連心 平安喜樂 大家有緣再聚 好嗎 星期三的個案 有54宗 54宗 有小許回落 聖誕過了 今天是1月1日 新年都過了 跟我們所說一樣 都是有限聚令的 其實是 希望 很難說 現在我真的不敢說 因為第一件事 疫苗還未完成 我說香港 第二件事 就是 你不知道 大家經過四波 你也知道 它一放鬆 它又會爆發 因為你一直都有輸入個案 因為一直都有人免檢 其實是沒得搞的 我不敢說 如果現在是2月初 就好一點 現在是1月初 你即使跌到二十多個案件 也好 你真的不知道 農曆新年就是 2月12日 2月12日就是農曆年初 你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農曆新年 它一個多月就爆發了 現在2月初就好一點 如果現在1月初 我也不敢說 盡量希望大家 忍耐多 一至兩季 戴口罩 走精初手液 保持社交距離 希望大家 多忍三至六個月 首先說 美國總統大選 特朗普成為2020年最受景仰 我看著那個字 叫做景仰的男性 得到18%的美國人支持 奧巴馬這個契弟是第二 拜登只有6% 警惕他老母 拜登是否 你現在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支持到現在這一刻 其實不是太容易 其實不是太容易 支持到現在這一刻 不容易 就是差不多 你看到很多共和黨員 都… 都不批評他 是不是 民主黨我想移動他 那就移動了他 是不是 就是硬來 換了票 很多輿論 很多主流傳媒 他能夠… 不可以說孤軍作戰 但是人數有限 是不是 不斷打官司 不斷打官司 譬如朱利亞尼 每天叫他打官司 現在就說有五個法官 希望聯邦最高法院 可以早過1月22日去審這個州的舞弊控訴 最好就是1月6日之前 因為你在1月6日之前就有意義 你搶了票已經不好 但是你搶了票之後 在22日其實根本就是廢 那麼重大的公眾利益 法庭是不可能這樣判的 即是兒子都生了 還說什麼 對不對 對 問題在此 但特朗普當然有他做得不好的地方 但問題是他 這次真的… 即是無論特朗普是可以連任 或者不可以連任也好 其實他也提出了一個很深層次的問題 就是民主黨在美國 其實很多蛇叉餅種 全個所謂洗黑錢 黑暗的網絡 而俄羅斯 或者中國的手 已經伸進了美國很久 我相信已經是在奧巴馬的年代開始 四年四年 就是在集上的時候 就開始的手一直伸進美國 現在其實伸到很深 如果不是特朗普 根本這件事就不會廣泛揭出來 現在特朗普已經未競全功 如果他不能夠連任的話 他只做到一半 如果他做了另外四年的話 全世界就安全很多 安全很多 你看到現在共產黨的手 是伸進全世界 很多賺回來的錢 那些美金是一直賭出去的 你看到一帶一路失敗了 完全失敗了 你看到一帶一路 因為沒有人看 以前不是一年提過千次 現在沒有了 你看到大灣區都沒有人提 現在香港的大灣區都沒有人提 那些人沒有反應 沒有人上去 對不對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特朗普能夠連任多四年的話 這樣可以瓦解了共產黨在美國的勢力 即是不瓦解也好 令到他很… 即是損害不了美國 其實是 因為如果他能夠伸進美國 即是大家知道他伸進去哪裡 傳媒 政壇 商界 通常都是這些事情 當你…即是被他一路伸進去的時候 很快就會顛覆整個美國 我們經常說 現在的共產黨並不是以前的共產黨 現在的共產黨並不是在行社會主義的理念 他是借社會主義的理念 是幫他自己念財 而已 這個不是共產黨 他是借社會主義幫他念財 而已 你現在看看他們在外國的財富 是多得是天文數字 他們那些多過巴菲特 我相信習近平的錢是多過巴菲特 因為你拿了整個國家的財富 一定多過的 所以問題在這裡 香港人其實是支持特朗普 你看到特朗普很多次 即是肥佬 蓬佩奧 很多事情他都發聲 很多事情香港問題、中國問題都發聲 你看看拜登 沒有發聲 你看看賀錦麗沒有發聲 他不能發聲 這些 他不能發聲 他不能發聲 是吧 拜登很清楚 他怎樣發聲 現在他自己都未洗白 他不能發聲 其實他官司前身 其實香港 這次十二港人 其實跟美國都有關係 所以香港人 其實是支持特朗普 為甚麼香港人不會支持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先幫香港人 對嗎 他這些牛仔精神 我看到不公義的地方 我就去做 我看到不公義的地方 我就要去管 你看看張展 一年 蓬佩奧是發聲的 你真是十二港人 蓬佩奧是發聲的 你現在拜登 即是你說你自己是 總統選擇 那為甚麼你不發聲 是吧 你看到賀錦麗 原先他的職位都未遲到 是吧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 哪一個真的幫香港人 是很清楚的 有眼看的 是吧 所以香港人都支持特朗普 即是香港人都有很多無條件支持特朗普 有很多外國的 譬如說歐洲的 甚至是美國的其他的 很多都是支持特朗普 為甚麼 有些事情別人不敢做 他敢做 有些事情別人不敢做 但是他敢做 不容易的 即是你想想 你想想 林鄭 如果林鄭不是陰點的 已經是老祖離開了 她不是陰點的 老祖離開了 因為沒有一個政府的人支持特朗普 你看現在特朗普 即是他身邊很多人 彭斯這些傻子 其實根本上是不支持特朗普 現在彭斯又說 我取消外訪了 即是你這些人 牆頭草兩邊擺 其實沒有意思 我們尊敬的人就是 即是你 碎千萬人 即是不枉耳 是不是 你的立場改來改去 是不是 好像以前林鄭那些 是否英國佬年代 就是乃英國佬 是否中間沒有什麼 就是貴宿 然後中國上升 就乃中共 這些人 根本 在歷史上來說 是一個小丑 歷史上有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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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支持特朗普 希望在1月6日裡 共和黨的人 全部都反對六個搖擺州份的選舉結果 如果最後的投票過了 特朗普就可以翻盤 如果不是 我也不想他介意 我也不想他軍管 因為軍管的震盪很大 其實 你現在看到 中共在香港做的事情 都是利用了12月 整個12月 選舉這個問題 在香港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共產黨打的所謂鳳凰 如果你有看過共產黨的歷史的話 根本上的脈絡是一模一樣的 完全一樣 沒有分別 是完全跟著以前毛澤東的路線去走 沒有新意 我們待會再講 我們再講一些其他新聞 所以大家支持特朗普 希望1月6日 超過500萬人去Washington DC遊行 亦希望當日特朗普可以翻盤 不用用軍管 但是如果真的不能翻盤 我覺得軍管也要 可以民憎 就不用武鬥 對不對 對的事情就要去做 這個也是我看大匪才知道 後來我回去看 就是小樓 這個不是大樓 這個是小樓 就是SOGO那個 日品法院追討 何處角 1.5億的支票 彈票 好像說去年10月開的 這件事我覺得挺奇怪的 何處角的爺 何英傑 是我其中一個尊敬的人 何白是一個我曾經尊敬的人 他值得我尊敬 當然很多人都會說 何白之前賣煙仔 我同意 但是過兒能改善望大然 事情已經做了 年輕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做錯事 你做錯事是怎樣 補飛 有些人經常說 我之前都不孝順父母 我對我老婆不好 對我爸媽不好 等等 你現在知道便補飛 對吧 你做到甚麼 你又不能回去試光機 對吧 你知道自己做錯事 便補飛 還有一件事很佩服可白的 就是 他做善事 從來都不出面 從來不接受訪問 自己是住在 是否 星島的北角報業大廈頂樓 他住在鐵平屋 他是晚上 早上的記者 全部人都不見 除了秘書 晚上 秘書和司機 就載他出去 開車去走 可能 他晚年信佛 他覺得自己 罪業太重 之前做 麻煙仔 所以 你見到他 死後 死後 有人才知道 原來他捐了幾多億的身家 十幾億 我沒有記錯 他應該是90年離開的 可白是 為甚麼我會突然說起可白呢 原因就是 因为我记忆中,可白走的时候,连着地产股份,留给何柱国,何柱国是他的孙来的,是他的长孙,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孙 因为应该是何柱国的父亲早死,所以他留给何柱国 何柱国后来就,我不知为什么他收购声道,就是狐仙的,我不知道他收购声道来做什么 最近都要买了,我记忆中可白走的时候, 留给他的钱,最少都过200亿港元,1990年 即是他的身家起码过了千亿,当然应该有很大部分在美国 因为大家知道后来,他的烟草代理权是卖给福利尔摩洛斯 所以又做了一个良友基金,大家记得良友,这只烟的牌子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他正常,何柱国就不应该1.5亿都没有 这个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坦白说,大家,你都会,我给了1.5亿的支票,你都会害怕 你都不信 他收购的,就是他相信何柱国 1.5亿来说,在我们来说,就是几万元,几万元的支票 为什么他不信 他就是彈了票 但很奇怪的一件事,他彈了票 即是他开了一张1.5亿的支票 尤其是,不然我不会开 他彈了票之余,由10月中到现在 他都没有任何话说 又没有反驳,又没有什么 那为什么何柱国都会欠1.5亿呢? 在他们来说,不是太多钱 是吧? 那当然,现在说,升岛要卖了 升岛卖,好像说,卖6千多万 是吧? 没有人买,因为现在的姊妹也没有人买 是吧? 那些传媒也没有人买 全部我看到的广告在YouTube 在YouTube 在Facebook 在Instagram 是吧? 其实是,梓梅已经没得玩 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还欠1.5亿呢? 他又没有说话 他中间保票,其实刘炎虹也不会告他 那究竟何柱国出现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真的不够钱周转 是不是区区的1.5亿都拿不出呢? 因为在前几年有传 就是底那一层 不是我们看到那一层 底那一层 他是过2千亿身家的 就是他整个family 就是何柱国整个family 可伯迟那些福 已经去到第五代了 第五代 可伯,他的儿子 何柱国 何柱国的儿子 何柱国的孙子 何柱国差不多七十了 是不是? 就是可伯迟那些福 就去到第五代 差不多没有了 人要职福 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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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知道太多原因 不知道什么事 当然 你说1.5亿的在小楼里 都不是什么钱 是吧? 这么大的搜索 利福找了这么多钱 是吧? 令我很奇怪 1.5亿都差 是吧? 就是面子问题 你往后再做生意 白点说一句 谁信你呢? 是吧? 现金交易 过了数再说 先给了deposit 是吧? 何柱国会不会闪呢? 有传过的 就是说他卖完升岛之后 就过美国 因为他是美籍 何柱国会不会闪呢? 整个family 我觉得有可能的 既然我也闪了 是不是? 那我就不给钱 对不对? 那我们看它可以怎样发展 我觉得比较奇怪 这一宗 有读者上我说 关于美国领事馆 首晨山这件事 正常呢? 就是 我见到很多评论 就是听过很多评论 其实我没有打算说这件事 但是有读者 有留言 我就说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说一件事 就是说 最简单的 在香港 你做任何地产交易 地皮 买楼 买铺 买铺 等等都好 什么都是假的 看契 上去土地注册处看 土地注册处里面 说明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 有个remark 很明显一件事 他的remark 没有说明 就是说 当美国领事要卖的时候 是要得到中国外交部的批准 如果有 他都不会买的 其实 就是陈介宗都不会买的 也都不会放风出来 根本我就不会做这个交易 即直到你搞定了 我才做 好了 你说中国外交部 是不是完全错呢? 在这个案子 是 但是中国外交部去插手 不是完全错 为什么呢? 看看你那样东西 有没有牵涉到公众利益 就是简单说一句 如果你卖给伊朗 我当然不卖 是不是? 是不是? 变成了军果基地 是不是大博 是不是? 或者譬如说 我本身的铁路 我可不可以卖给其他人 一定要 因为牵涉到公众利益 但是问题就是 你现在看 美国领事馆这个地方 很白点说一句 他卖给陈启宗 陈启宗是一个香港人 是一个港商 如果你在地契上 没有维码说明 白点说一句 你是不能够阻止这件交易 因为你没有说 如果你在中间 有改过条例 你都应该在所有 地契里面受影响的 加回维码下去 通常钉了契 你一进去土地决策去看 就知道钉了契 那就没有人会再做 地产代理就是第一件事 什么都不要说 先查契 什么都不要说 先查契 那个契是clean 才去接这件事 那个契不clean 是不搞的 是不是? 一看钉了契是不搞的 其实 宁愿花几天在网上查 所以问题就是 而他又不牵涉到公众利益的话 那是有问题的 就是简单说句 他将这件事 摆到一个国际层面里面 但其实是不需要 因为他只不过是卖了地皮 他还是卖给港商 是吧? 就是简单说句 一件事就是 人们就会想 喂 如果我是Morgan Stanley 或者我是JP Morgan 你中国外交部突然间跟我说 喂 你和美国政府有关联 你的股票不能沽 你的钱不能拿走 那还有谁来投资呢? 对吧? 就是你没有一个good reason 我不是说他插手错 但是这件事没有牵涉到公众利益 没有牵涉到公众利益 就是你说喂 不是的 你现在想买了港铁其中一段 那我卖给美国佬当然不行 对不对? 但问题现在不是这样一回事 对不对? 你正常的 这些所谓正常的民居 你如果真的改了一个政策 对不起 你是美国领事 所以你得外交部 可以 没问题 你放在地契的床屋尾 它有个备注 大家给几十元去查一下 你现在住的那家 我是不是你的? 查你的名字 里面有没有你的东西 是否则 这样的话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当你有备注的时候 原来这个交易是要 中国外交部批准的话 那我就不买了 你先让他批准了 他批准你卖给我 我才跟你交 但是你又没有 你突然间从天而降 突然间横里杀出来 我是老板 我是渣旗 你不能卖 那就没有人服 就是这么简单 我看到很多评论 我不知道要评论什么 是不是 看契的 最清楚 香港是看契的 对不对 你契也没有写 对不对 对不对 房屋最好的 房屋土地全部看契 对不对 所以我不是说一样 为什么我不在国内买楼 他也没有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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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没有规管 没有规矩 规管是废的 他说什么就什么 白白说句 如果这个政策是向来也是 的话 那你就放在地契上 对不对 我刚才说了 如果我是JP摩基 我不走 我是摩根斯丹尼 我不走 你突然间说 你和美国政府有关系 你的钱不能走 那我千多亿美金 就放在这里 对不对 我拿着股票便不能放 对不对 就是没有道理 对不对 你看到一样东西 他现在连土地注册处都教 现在是 那你的外资怎么会不走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美国政府在香港 还有三百四十亿物业 对不对 以后买一买都要问过中央了 那麻烦你先改完契 麻烦你先改完契 因为这次陈启聪是很没面子的 我全查契 你突然间横女飞出来 不好意思 你不能买 为什么不能买 因为他和美国政府有关 那你早点说 对不对 那我不用搞 对不对 那你想想 为什么我们说 港股的市场外资会走 就是这个原因 你什么中央都放进来 那哪用来玩 对不对 你突然间说 摩根斯丹尼 好像和美国政府眉来眼去 股票不可以 钱不能拿走 那就麻烦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外资会走 就是这个原因 对不对 你也走 对不对 你拿着一千亿在香港 你还不走 走不了就麻烦 对不对 美金不是港元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些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吃那些蛇齿饼 就是那些人 就是帮人家去谈一带一路 就是怕自己 或者当时那些官员 你不知道一朝天子 一朝神 就是这样 就谈定那些自己 下了袋 就是帮官员下了袋 怎料就被美国佬装到来认 在美国坐了三年 在美国坐了三年 接着回到香港 屁都不敢放一个 为什么他不敢放一个屁呢 又或者为什么他 你看到他在报纸 好像是《信报》 《信报》有时候我也不看 不看他说的东西 谈谈那些天气 谈谈那些国情 为什么他不敢 你看到他白点说句 怎么也好 这件事都是为了一带一路 你看到中国香港 有没有人跟何志平说过一句 没有 但是为什么他不像刘梦雄 走出来 真是谈得CY爆发 原因是因为他还要有那些厂粮 你一爆发出来的话 坦白说 如果你在美国坐了监 在香港他可以取消所有的厂粮 所以你看到他就不敢放声 他藏版劫春代 为什么呢 河之萍,怎麽會去賄賂非洲官員呢? 一定是跟一帶路中國後面那些蛇齋餅種有關 但你想想一件事,藏板劫春代他都不敢出聲 胡偉忠連探都不敢去探 哪裏讓你去探?哪裏讓你回台灣? 不怕你爆些東西出來嗎? 他又不敢出聲 他在專欄裏面說,你一出聲就取消所有場料 那你甚麼都沒有了,你所有甚麼都沒有了 所以你看到,你就看到了 你幫共產黨做事,坦白說 當然他也有私心,他自己也有落袋 原先想著,有甚麼問題你自己搞 他不會支持你的,劇情需要的 這些人是活該的,我告訴你 這些人不活該可憐的 又有讀者想我講主教山蓄水池的問題 我也有看過一些報道 報道說他們拆的時候 他們拆的時候 看到一些寫著是1909年 1909 即是121年前 這應該比皇校碼頭更老 我不知道是我爸爸在六幾年來的時候 肯定說有皇后碼頭 因為他說皇后碼頭那時候 我爸爸也試過去,他不是去坐船 是去找找有沒有東西做 即是當時六幾年做的拉車 你不要以為六幾年很容易找工作 沒有的 那時候沒有勞工處的 我爸爸那時候 你真的看看下面有沒有人貼張紙出來 上去應徵 不會說有份 有份南華早報給他找工作 沒有的 我爸爸認識的 即是當時他就 很小時候跟我說過 他說那時候最初下來香港 就走到皇后碼頭 即是撞一下 看看有沒有人找拉車 就拉車 那時候香港是很慘的 很慘的 真是坦白說 他靠了對手 我記得那時候 我打過一份工 我有個老闆 他說最早期來香港 那些工人是要求什麼 要求有得吃 要求有得住 沒有人工也可以 他說農曆新年 即是年做到 即是那時候好生意 做到年三十晚 什麼叫 bonus bonus 就是晚上吃飯 加兩條腸 我說不是吧 是啊 六幾年是這樣的 六幾年的年代 六幾年七幾年的年代 是這樣的 你看到這個盲的 個個都盲 坦白說一句 這個古蹟辦也是盲的 這個水務局也是盲的 水務局也是盲的 水務處做拆射的人 也是盲的 你看一個款式 就知道這個是古蹟 眼睛也一看 他應該當時在深水埗 就是用來儲水的 用來儲水的 當時 你百多年前 其實已經很先進了 就不會說有現在香港的工程 即是有一個水塘 有東江水 就給那個區用來儲水用的 那你拆射的時候 你不是盲的 你一看到 這個東西 也不是野小 對不對 那還要 那些人 再去 喂 你不要拆了 你真的要停工 後來才確認 停工 但其實也有些已經拆了 所以你看到那些人 是 沒有用心機去做事 你想想一件事 古蹟辦 之前皇后碼頭那件事 就已經記錄了所有的古蹟 坦白說 我相信這個 可能是香港其中一個最老的古蹟 因為它是121年前 1909年落成 你想想 121年前 應該是最老的古蹟之一 起碼是 比皇后碼頭老 一定比皇后碼頭老 一定比皇后碼頭老 你想想一件事 他又沒有去 香港有多少古蹟 對不對 2007年拆的皇后碼頭 十幾年了 他又不會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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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會去看 找一些資料 就記錄了 一個這麼老的古蹟 他也沒有記錄 他又沒有記錄 當他說拆的時候 沒有人提出來 沒有人知道 拆到差不多 咦?不是 才有人說 這是一個古蹟 不能拆的 這是百多年 你想想 你水務局那件事是不是很糟 做工程那件事是很糟 那你哪裏可以去教 沒有一個人是用心做事的 看看也不對勁 先說這件事有這麼多年歷史 他不是那些四十年舊樓 你一看下去 整個東西都不同 它的蓄水池是不同的 他可能當時是給大部分的九龍區去用的 所以大家便看到 那些人做事是很蛇鬼 現在水務局已經確認了 就是暫停了 找估計辦再去調查 一定會留的 一定會留下 一定會留下 這是沒有政治背景 對嗎? 對 他說這是世界級建築 可能是 你過百年那些 因為你看到它的款式 都像羅馬建築一樣 因為我以前老闆說 他在英國 利用地震 英國有很多樓塌 因為那些樓塌很舊 很多的古蹟 過百年 這個也是 你香港一有地震就塌 你看那個樓塌 那些樓塌 你一樓塌下去 整個… 他應該做保育 應該做保育 應該做維修 防止他再去腐化 防止他… 白點說過 如果我找一個樓塌 打下去其中一條柱塌 我想整個塌了 有份 他應該做保育 他應該做維修 應該做… 那些維修工程 把整個樓塌搞好 這樣就用來做一個… 即是古蹟 用來被人參觀 這樣就對了 就不是盲雷雷地 找一輛車去拆掉他 那你見到那些人 就是… 大哥 你的古蹟假裝 沒有留下 沒有記錄 水母局不知道 不要緊要 你拆那個人 你有眼看 對不對 你拆那個人一看 這個東西不對勁 看那個款式 這麼… 就是這麼羅馬 這麼古羅馬式的 你一見 這個也是古蹟 對吧 這個也是我們曾經說過的 我們說 即是坦白說 你現在… 即是再搞這些議政平台 就… 即是沒得搞的 他一定找些東西 拘捕了你 那就說今天… 即是那些… 落選了那些… 區議員那些… 就… 今天就說會成立 我相信一樣東西 他有很多方法 就… 就是自死你 譬如說… 經費 你說的言行 因為這些通常都是眾籌的 你一眾籌就會動你了 通常這些都是眾籌的 你… 你一眾籌就會動你 是吧 你說的那些言行 所有的那些人 他就沒有人跟蹤你了 他就沒有人跟蹤你了 我覺得他們不要再搞這些事情了 因為你再搞這些事情 只會坐牢 真的 他現在不放你 你看到中聯辦 有些要硬手處理 對不對 好 我們說十二港人案 昨日已經判了 兩個未成年 已經放了回來 在隔離 但有手未跟 我們稍後會看 鄧啟賢和喬盈喻 判三年和兩年 因為是石頭 李宇軒等八人 就只是判他偷渡 那就判七個月 當然在國內服刑 基本上 比原先說的刑罰是輕的 因為在中國來說 如果你是組織偷渡 應該就是三至五年 你看到鄧啟賢和喬盈喻 喬盈喻只是兩年 如果你只是偷渡 應該是一年 一至三年 他判七個月 有很多人說 因為他們已經坐了四個月 但是 我記憶中 我記憶中 中國不會扣回拘留時間 希望大家查清楚 我希望他扣回 我真的希望他扣回 因為如果扣回 七個月 減回四個月 只有三個月 我希望他扣回 但我記憶中是沒有扣回 拘留時間是不算的 你看到好像 看起來 中國好像 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 又不告他們國安化 好像 釋出善意 但其實 他背後是有些盤算的 首先 一件事 很多人都在罵 又不公平 又不透明 所有都是官方律師 大家如果留意一下 過往在中國判這麼多 全部都是認罪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認罪的話 在國際上就不能罵他 你認罪 到底他們是否真的認罪呢 如果他們真心認罪的話 你就讓別人請律師 中國的律師都可以的 他現在全部是官派律師 官派律師 叫你認罪 你不認罪 最後你也是認罪 他幫你認罪 是吧 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共產黨是很狡猾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認罪呢 白點說句 你外國就不能自身滑腳 他認罪 不關我的事 但問題就是 你是一個不公開 不透明的審訊 大家看到 在法院外面 是很多外國領事 站在那裡 他最後唯有一件事 旁聽席已經坐門了 你不能進去 他怎麼讓你看呢 其實他白點說句 根本那個不是審訊 是他公佈的 其實是公佈 裏面究竟當時坐在那裡 那些是否被告 你都未必知道 裏面是什麼你都不知道 其實是 什麼都沒有的 沒有錄影什麼都沒有 好像有錄影 就是好像是 需要有錄影過程 但是他都沒有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很多人在那裡罵 喂 又不公平 又沒有人權 喂 中國的法律 本身就是沒有人權的 沒有的 中國的法律 本身就是沒有人權的 有人權的話 那些人就不用那麼怕回歸 那些人不用那麼多次都 那麼多次香港人都大逃亡 他本身就是沒有法律的 他本身就是沒有人權的 那不是美國就老早已經 跟中國直接做生意了 就是因為他沒有人權 他那些人權的法律是任何人權 你罵他幹嘛 他本身就是這樣 對不對 好 問題就是 這兩個未成年 移交回來香港之後 其實送了隔離刑 還有後著的 你看看警方怎麼說 他說這兩個未成年的人 中國就不作起訴 但是香港警方就說 除了原有的罪責 或者加控罪名 肯定一件事 他沒有犯到國安法 因為如果是的話 國家已經告了他 那麼加控你些什麼 棄保潛逃 是不是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 他還要控告他們 中國也不控告他們 為什麼呢 原因就是非行服務隊 原因就是非行服務隊 我立刻已經在Patreon裡面說了 喂 那麼容易讓你回來 你回來 如果你亂跟傳媒說話 我就死了 你看到這件事 他們回來 神情外際 神情外際 你看到 那麼在國內 就不方好過了 好了 回到香港 坦白說一句 隔離完之後 他就找人看勾著你 把你所有的家人 全部找人跟蹤 整間屋裝了 偷聽器 在電話裡裝了 那他跟你交換些什麼 你不要跟傳媒說任何事情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告到你脫褲 坐也坐死你為止 那你就不敢出聲 好了 這剩下的十個港人 回到香港 一樣 再告過你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非行服務隊 這件事 他不可以被你爆出來 我們已經說了 好了 中國其實他本身 為何要這樣做呢 即是他可以 這兩個 他可以判也行 為何你看他判過刑 其實是輕了 沒有判過最重呢 原因就是 他扣著這隻棋 現在就要用這隻棋 為何呢 因為他想 坦白說一句 即使 特朗普上是沒有話可說的 特朗普上是沒有話可說的 一定會打你 連中心等都會打你 但問題就是 如果拜登上的話 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沒有美金 但是我要跟外國買東西 很多東西自己不能夠自給自足 不夠美金 做的生意少了 關稅給多了 他一定要拜登 一上的話 首先就切了關稅 但問題就是 拜登不可以就這樣切 關稅 有個國會在那裡 那就會出善意 我們有人權 我們年輕人不告 我們罰最低的 其中一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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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三隻棋 第二隻棋是甚麼呢 第二隻棋就是黎智英 你想想一件事 只是張展 張展做過甚麼 公民記者 他做過的事就是 在二月和五月的時候 他拍攝了中國疫情的狀況 踢爆了檢測是要錢的 不是官方說的指揮 這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就是 其實他們說 那些居民是 禁足期間 中央會付錢給他們吃飯 其實是沒有的 他就是拍了這些東西出來 是這麼簡單 好了 監禁四年 四年 你想想一件事 為何黎智英可以保釋 周庭又沒有呢 為何快必又沒有呢 原因就是 是吧 為何周庭那些不可以保釋 為何快必不可以保釋 那個美國隊長 我們都說過 他不可以保釋 他在牆裡面寫了幾個字 為何 因為你沒有利用價值 你都不是國際線 十二港人就一定是國際線 所以其實十二港人 能夠輕判 當然十二港人 我從頭到尾都說是領了東西 其實是領了別人的 為何十二港人能夠輕判呢 跟美國是很有關係的 所以我說我們一定要多謝美國 一定要多謝特朗普 如果不是特朗普打過中美貿易協議出來的話 坦白說他 十二港人一定不會輕判的 好了 現在你看這個張展 沒有利用價值 喂 周庭 你日本而已 又不是國際線 快必就不用說香港人認識 就沒得保釋 為何黎智英可以保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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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線 因為如果黎智英可以保釋 而將黎智英再押後 如果十二港人不夠力的話 不夠力啊 可能不夠力啊 好了 我就打了一個棋 這個棋是什麼 黎智英 押後再審 其實你看到共產黨打鳳凰啪 這個啪就無保不落 問題就是說 其實他那件事已經做了 他已經做了 但是我不再做壞些 我們就跟你交換條件 共產黨是沒有出過任何成本的 向來共產黨都是這樣做的 你看一件事 黎智英 我剛剛看了 就說法院下午四時才裁決 下午四時才裁決 可能我們要在Patreon裡面說 但問題就是 其實黎智英做了些什麼 為什麼呢 中國的大外宣是這樣的 實際的內容沒有餡 他不對啊 他賣國啊 那他做了些什麼呢 你不要忘記 蘋果 他是一個合法機構 他要交稅 他每年要逐牌 你有刊物審計柱 為什麼他的報紙可以出 如果你說蘋果有問題的話 如果你說他資助那些人 做一些危害國家的活動的話 那你為什麼不告他這些事情呢 是不是 你看一件事 他國家那個 毛澤東當時想過的大外宣 裡面是沒有餡 他是說了一些內容 說你怎麼不對啊 黎智英 他做了一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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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林卓廷吃飯而已 是不是 跟林卓廷吃飯的人 但是有人在 你說跟美國有交易 或者有交易 你中國都有 你中國也是跟美國在做生意 那你又勾結外國勢力了 那你又勾結外國勢力了 對不對 你中國啊 你中心啊 那些幾個都跟美國在買東西 那那些是不是勾結外國勢力 對不對 好了 這件事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黎智英 有沒有潛逃風險 是這麼簡單 講完 你現在看到螢光幕 你看到 他現在一千萬保釋 一千萬保釋 然後每一個星期 三次去警署報道 然後你看一下 不能夠離開家 不能夠見傳媒 不能夠有任何報道 還有公司都不能回到 另外你看看 出入 所有的車輛人士 全部要登記 查完車尾相成 坦白說 他除了他插疫之外 他也走不了 如果他這樣也走到的話 即是他化妝 換了人皮面具的話 那也值得他走 你說黎智英是否一定沒有潛途風險 我不敢說 但是機會很低 而物理上他可以走到的 也有機會很低 其實這件事 應該就是一個政治判決 你看到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為什麼由早上開庭 這三位法官以馬獨立為首 要判到晚上下午四點才可以裁決 還不是去問事 問人 可不可以判 絕對不是獨立判斷 百分百不是 那麼黎智英就是第二隻棋 就是說如果十二港人都不能夠令到美國 令到拜登上撤銷過中美貿易協議的話 第二隻棋就是黎智英 黎智英是去到明年四月才審的 那就再押後 好了第三隻棋是什麼 第三隻棋就是林鄭 第三隻棋就是林鄭 很多人都說 為什麼會攻擊林鄭 攻擊林鄭的 絕對不會是習近平 或者不是習近平的本意 你看看習近平現在做事 是完全跟著之前毛澤東的模式 現在甚至說上山下鄉 我媽媽玩過上山下鄉 很嚴重的 我媽媽今年九十四歲 你看看習近平 他是跟著所有共產黨毛澤東的模式 你想想當時林鄭月娥 是對著誰宣誓 是對著習近平宣誓 有沒有人敢說毛澤東不是 毛澤東會否認錯 不會的 習近平也一樣 他最重要是黨內威信 如果他現在攻擊林鄭的話 就是攻擊自己 對不對 他對的都不會叫人民日報去做 都不會叫衛健委去做 問題就是劇情需要 林鄭是第三隻棋 如果都不能夠給足夠的理由 拜登去取消中美貿易協議 我就解僱了林鄭 整個政府全部換掉 那就搞定了 但問題好像釋出善意 但那些壞事已經做了 你想想想 之前鄧小平平反四人幫 平反熊衛兵 那些人已經死了 對不對 被迫害那些人死了 有用嗎 四個字 拆過輕兵 他要做的事情都做了 國安法都立了 立法會整個搞散了 那些人全部都被抓了 對不對 那你才去拿下林鄭有甚麼用 沒有用的 換了那個誰都是我的人 共產黨向來這些模式 好像釋出善意 但壞事已經做盡了 已經是 就是這樣 你現在先讓你的律師會發聲明 你們人民日報這樣說 明顯向法院施喊 你支持你不敢這樣說 你現在看到一件事就是 中美貿易協議要撤銷 就是現在共產黨的頭等大事 不夠美金 不只是跟美國賣東西 你跟澳洲和其他地方賣東西 都是要美金 都是要外匯 他一定要撤掉 他不撤掉了中國貿易協議 他很快就很嚴重 共產黨最怕的是 人民有怨言 因為他就是借人民有怨言 當時國民黨所以才可以崛起 如果人民有怨言 他就怕政權不敏 這件事是凌駕於習 凌駕於習個人的統治 這是黨的最高意思 習近平絕對不會批評林鄭 他批評林鄭只是批評自己 說不定 你想想一件事 毛澤東會不會被人批評 他會不會批評自己 不會的 你看看習近平的路線 基本上跟毛澤東一模一樣 你想想一件事 當過了二十多年 由那個開放 有沒有聽過千古一帝 有沒有聽過定於一尊 香港人三十多歲以下的 聽都沒有聽過 為什麼 因為這是當年毛澤東的思想 鄧小平已經改了 現在他走回頭 所以他怎會這樣做 所以你看到他拿著這三隻棋 第二隻棋 就是黎智英 如果都不能夠用美國 取消中美貿易協議 他就打第三隻棋出來 第三隻棋就是整個林鄭政府 但其實那些壞事已經做完了 你不要以為他釋出善意 他要做的壞事他已經做完了 找個第二批人上去 那第二批人就再做我的壞事 最重要是你換了就行了 這個也是跟共產黨的自覺一樣的 他看到現在需要這件事 就做這件事 所以就有劇情需要 就是這個意思 是吧 那我們看回 今天下午四點有什麼裁決 如果馬道立都決定維持保釋 即是繼續給肺炎保釋的話 即是我對 他現在是打第二隻棋 黎智英這個棋有排用的 我告訴你 他不跟快必 快必是沒有國際線的 但是黎智英有國際線 是不是先 那就給你保釋 給你保釋也不夠 如果是的話 明年四月 不審 將他再押後多一年 讓你拜登有藉口 取消中美貿易協議 如果都不夠的 民意都不夠的話 直接整個林鄭政府都帶他 換另一個上去 務求取消中美貿易協議為止 但是如果特朗普上去就很麻煩 因為特朗普就軟硬也不懂 他一定要打倒你中共為止 所以我們就要密切留意著 1月6日 究竟美國大選的進展是怎樣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創新高183% 但是大家記住 美股現在都挺高的 所以你要看看你的組合 如果哪些股值太高的話 可能你要減少一下 我們的網誌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好,我們的投資日誌 大家香港人很熟悉的 新州國際 雷蛇 可以自家 加利物流和國交所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YouTube投資筆記1月份 大家有興趣 美股也可以訂閱 好,我們兩類型的收費項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 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或者在YouTube留言也可以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再祝大家 2021年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祝大家裁員廣盡 我們要 我不知道何時再出動 星期日 星期一、星期二 大家記住 按訂閱和小鈴 有影片就會通知你 好嗎? 好,祝大家新年快樂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祝大家週末愉快 拜拜